2月6日下午2點40分 我們終於抵達了莉莉公園的正門 準備進去觀光 這是原高松凡所持有 日本國內大名庭園中 規模最大的一個庭園 已經有大約400年的歷史 開園時間大致上是一天的日出到日落 入場費是400日幣 這次我們因為持有優惠券 所以就省去了入場的費用 雖然在動畫中沒有出現 不過在瓦斯優的小說之中 有提到這是三人遠足時 最後造訪的地方 提外的話 這個利林的毒法 他其實是櫻獨的李茲林 而非遜毒的栗林 園內大致上以東門進來的道路為界 分成南北兩個區域 由於入園時間較晚 我們決定從南邊的區域開始 先是前往中間的商工獎禮館 經過高月亭 居月亭南下 來到園內的標誌景點 延月橋 欣賞完北湖後 從東門離開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商工獎禮館 是1899年 由當時的高宗繁索為推廣文化活動所設立 在建築的構法上已經有些當代西洋建築的印子 比如說出現了玻璃窗的洗漁 建築分為本館、北館、西館及東館四棟 我們所參觀到的是本館 我們參觀的本館是四個館當中的玄關 這裡介紹著商工獎禮館的歷史 敘述的當地藝術 三濃家發展的過程 在二樓展示了許多美籍知名家具設計師 Joji Nakashima的作品 小說中有提到三人所參加的工藝品體驗活動 由來可能是公園所舉辦的 還有一些七夕等等的工作法 由於小說中沒有敘述 三人究竟是做了什麼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 我們可能不知道 它對應的是哪一個活動 二樓的風景很好 可以一覽建築前方的廣場 在這裡坐著靜靜欣賞風景或許也不錯 我跟我妹說我們要去烏龍麵學院 她就說她以前 教育旅行的時候去日本有做那個 小麥麵 吃做小麥麵 她說那個小麥麵 做小麥麵 烏龍麵應該是還好 小麥麵比較難煮 她說她那個麵條都切得不均勻 冷酒清 小麥麵 你說台灣的那個 基隆的那個 對啊 這個是樹的名字 有可能 大戰十四年 對啊對啊 她老婆 她掛在台灣了 她老婆還這樣子 對 大戰十四年是195 她那個掛掉是1914年 是喔 對啊 還是她兒子 應該是吧 我們回來調查後發現 該種植者確實是北白昌宮蒙九新廣的席字 這邊啊 絲米一行人離開商工獎禮館後 遭著絲米的寫意在麗麟公園散步 作為引足的收尾 由於行程修改 今天白天的行程也變成以麗麟公園為收尾了 紅種成績上還蠻剛好的 麗麟公園裡面有許多植物 特別吸引我注目的是 它有許多種類的松樹 除了剛才看到的手直松以外 印象最深刻的應該是 鶴龜松 香松這兩個整合 他說下面是烏龜然後上面是河 這一顆看起來像是我嗎 還是什麼東西 還是側面啊 然後轉轉看 對嗎 喔是不是這樣 這個是頭然後那樣子 應該是這樣 香松 香松 鐵魚 這次我們在路過時見到了園藝師修剪的樣子 在麗麟公園漫步時 時不時就會發現園藝師在修剪園中的職務 不愧是最大的大典庭園 直在的回呼量真不是改的 接著來到了高月亭 亭右側的北梅林 目前正是梅花盛開的時候 地嶺公園中 賞花也是相當大的看點 如果我們是三月來 或許看的就是櫻花 如果是秋季 或許就是楓葉吧 竟然賣粽子 為什麼 還是其實粽子是高松特產 不知道 日本這邊似乎也存在粽子的樣子 不知道他們做的比較偏向麻棕口味 我檢定一下他們是北部粽還是南部粽 看起來應該是南部粽吧 怎麼可能是三雞油飯 在平旁的梅林橋上有許多井魚在周圍徘徊 從跨後北紙的橋上一段 松樹林在湖中映射出來 我們選在這裡合照 如果是北湖的話 確實就能體會到為什麼斯尼揮這麼說了 我們要拍一張 馬可拍一張 可以啦 用這個拍嗎 對啊 我們接著繼續南下來到菊月亭體驗茶道 飽覽寒翠池的紫雲山道路 從廳中推薦公園的南湖 以及橫貫的演樂橋 想像大明當時舉辦茶會的盛況 這裡的景是整個公園中我最喜歡的 寒翠池靜止的湖水與反射出來的紫雲山 相當乾淨 直舞層層堆疊上去 我們繼續沿著路來到演樂橋 可惜這次正好站上橋整修的實習 沒有能看到橋原本風貌 演樂橋是公園標誌性的景觀橋之一 也是園內中的橋樑規模最大的 由於由於當中 Risenby的其中一張卡圖 是以這裡取景的樣子 圖中橋的構造稍微有不同 不過按照周圍景色的構圖 以及木製的椅子看來是不會有錯的 當初的設計師在演樂橋的旁邊 設計了一束高地 可以依然演樂橋所在的蠻古的全景 這裡名為飛來風 直接用中國杭州的飛來風而來 在附近也有碼頭可以租船 從船上享受武警只是個很棒的選擇 不過我們來得太晚 租船的地方已經結束一夜了 在離場的時候 我們稍微去旁邊的 租產商店麗品安逛一下 這裡也有販賣Oltimo的麗希冰淇淋 除此之外也有許多當地品產 第2個 第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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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個 第4個 第2個 也會找錢 前面有一個溜嘎 溜嘎 我們本來是想要去找商店街內的一間 無咖啡廳 結果因為店家搬家的關係 最終沒有找到 我們只好改變計畫 作為替代 我們選擇的是 這家在商店街旁的小拉麵攤 拉麵四字木西 時間是晚上7點 但是從外面看進去 幾乎還可以抽出滿場 似乎是個有點人氣的店家 進去點完餐後 很快拉麵就上桌了 封點的是冬季的辣味噴線路 其跟我點的是定番的小魚乾醬油 然後我自己再加點了一個餛飩上去 兩人則是點了一個炊飯 湯頭喝起來甘甜玫瑰 帶點小魚乾特有的微苦 配上寬麵級餛飩真是太棒了 微生過來後 連湯也被喝得一滴不剩 這家事我個人覺得這次吃到最好吃的拉麵 非常推薦來吃一次 那個叉頭 他晚上其實不太明顯 我們要之後白天來才會比較明顯的地方 吃完飯後我們從商業街一路散步 走到這家高峰站旅館 高峰站立面有個笑臉的圖號 但在晚上似乎不是那麼明顯的樣子 在車站的正前方有個水池廣場 這個水池移入的正是旁邊瀨戶內海的海水 修得到海水特有的鹹味 我們沿著廣場後方的空橋繼續往前走 前往港口的旅客中心前 這邊是故意要做成鐵櫃的感覺嗎 還是他本來真的有鐵櫃 在地上看得到鐵櫃的線路 如從旁邊的說明所寫 以前的高峰站位置是在這個比較靠近港口的部分 在瀨戶大橋開通之前 高峰因為有著與岡山線旅野的本周四國連落船航班 以及與高連落船 港口它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橋通要通 這第三代的高峰站直接遷移到了高峰港的行業 以方便與連落船的轉線 從國土地理院的舊影像來看 可以發現現在所在的地方 大街上是位於當時車站的軌道 已經很靠近海邊的地方 現在則利用舊車站的移構 以及向外天海造路 針對今天的三坡爾地區所在開發 現在這裡駐立的SIMBO TOWER HOTEL CLAMENT 以及剛剛經過的車站廣場 都是移構的一部分 我們在從旅客中心向北走到一片空地 現在這裡雖然是一片黑 但未來這裡有著建設大型體育場計畫 是個很有活力的新生地 空地的右手邊是現在的高峰港 在與高連落船的任務 交棒給賴戶打橋之後 這裡依然是前往賴戶內向 各種小島的重要交通樞紐 港口北側有一片牆圍圓 這裡是魚魚魚中 Kiseki Sonoko的卡圖背景地 本來是為此而來 不過晚上也沒有照明 完全看不到 回去走上港口旁的尖橋 重新橋依然賴戶直度高頌的港口風景 配上冬日的涼風 散不起來相當舒服 右前方的高樓是JR Claremont Hotel 這裡是第三代高中車站的車站入口區 現在則已經看不出當前痕跡了 今日的宵夜是土產店買的 Oltimo醬有大豆冰淇淋與烏龍麵軟糖 殘念的是沒有注意到冰淇淋需要低溫冷凍 大概才發現全部都融化了 烏龍麵軟糖則有點不合我們口味 整體來說是個有點殘念的宵夜 唯一好吃的只有超商買的咖哩杯麵 明年的目的地是Kongila的熟帶地Kotogila 總之先睡覺保存體力 以挑戰的充滿樓梯三道吧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